Hola a todos Bienvindo ao curso de Português Eu sou a professora Ana 欢迎大家来到互江葡萄牙语 我是你们的Ana老师 Hola a todos 欢迎大家来到互江网校葡萄牙语课程 那今天呢我们来学习的内容呢 也是跟上一节课我们学的这个课文 Disto A有关系的 那Disto A呢不知道同学们还记不记得我们说了些什么呢? 如果不记得同学也没关系 因为今天在上课之前呢 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 先复习一遍我们这个课文 那在读之前呢 我们先一起来回想一下 这课文说的是什么呢? 这个呢就是说 所以这个一个中国留学生 正在葡萄牙语学习 然后呢 他要骑的自行校到大学去对吧 但是在骑自行车过马路的那一瞬间 有一辆车与他相撞了 肯定就吓坏了 他说哎你好吗?你怎么样呢? 你正在听有听着我说话吗? 就没看到类似这样的 然后之后开车的这个人就请求帮助了对吧 然后呢就有一个人过来说 哦我帮你们叫这个救护车 你们不要着急 之后呢就医生就看到哦可能不太严重 但是可能他的手臂那边呢就骨折了 那到这边呢就大概这个课文内容就是这样子 现在呢我们就其他的不多说了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 昨晚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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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ço desculpa Mas não ouvi Como está? Sente-se bem? Está me ouvindo? Shui Ai, ai Condutora Alguém pode me ajudar? Preciso de ajuda Pion Eu vou chamar o 112 Tenha calma Parece-me que o rapaz não está muito ferido Shui Ai, o meu braço Condutora Deixe-se estar quieto Não se levante Nós já chamamos o 112 Olhe Já estão chegando Médico Onde é que lhe dói? Shui É o meu braço direito Ai, ai Médico Vamos transportá-lo para o hospital E vou dá-lhe o medicamento para as dores Parece-me que não é nada de muito grave Mas acho que tem um braço Barçido Shui Ai, ai 那到这边 Jui Médico Olheautres Minus 那意思呢 就是要我们总结一下 刚才我们读的这个 那我们可以怎么总结呢 好 那这边呢 我们一起来做做看 那这个总结 这个课文呢 我们就可以先说 就是一个中国人 对吧 中国留学生 对吧 正在葡萄牙语学习的 他叫什么呢 把他名字写下去 我们就说他叫 然后他发生什么事情呢 就是当他骑车上大学的时候 他发生了车祸 对吧 被车撞到了 那这一段 我们就可以怎么 用普语去表达呢 那同学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就可以使用 就一个中国人 叫什么呢 叫说的 这边加一个连词 对吧 把连起来后面那一段 就正在葡萄牙学习的 然后他干嘛呢 他就被撞到的 就是当他 正骑着自行车 到大学的时候 那这一段呢 我们一起来读一遍 下面一段 那这个 他被车撞到了 那他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呢 很严重吗 我们在课文看到 他是并没有发生很严重的事情 对吧 那我们就可以用一个 很开心的 就是还好 这个表达说 还好没有发生很严重的事情 那他单单可能就骨折了 就是这个手臂这边 那用普语很简单的总结一下 我们就可以怎么写呢 Felizmente 这个Felizmente是很开心的意思 那在这边就是还好 对吧 还好他没有很严重的伤口 我们加一个Felizmente 这个Lie就是指他的意思 对吧 Lie没有对他 什么呢 Acondesceu 发生 nada de grave 就很严重的东西 Apenas un brazo partido 单独一个手臂就骨折了 那这一段呢 就是非常短的 那现在呢 我们就把整个resumo 整个总结都对边 Um chinês ChamadoShoyi Que está estudando em Portugal Foi atropelado Enquanto ia de bicicleta Para a universidade Felizmente Não lhe aconteceu Nada de muito grave Apenas Um brazo partido 那么总结完我们的课文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下一个exercicio 下一个练习题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好 这边我们一起来读读这个enunciado 这个题目 就是根据我们学的这些词汇 还有他们在课文当中是怎么说的 如何表达的 那这边呢我们就要想象一下 就是所以跟这个医生他们两个之间的对话 那么对话是在哪呢 是在dentro d'ambulancia 就是在这个救护车的里面 因为在我们的课文dis to an的时候呢 我们是在刚刚他要进救护车那边结束的对吧 就医生来了 那个车子来了 然后那边就结束了 那这个呢就等于是让我们给课文做一个 之后发生是什么事情 就之后是怎么样的 然后我们接下去看看他还怎么要求呢 在这个救护车里面 这医生是不是要问什么 就是问说什么东西呢 我们这边他就写着 就是这个医生 他需要说他的证件 这个我们就可以说 你的identification是什么 就等于说你的身份证是什么 那一般这个identification也可以说就是 一些信息告诉你你是谁 那我们信息有哪些呢 这个identification这边呢 就是包括有 就是你的家人或者你认识 某某人你认识的他的电话号码 那在课文我们也学习了那么多 那我们看看这边我们可以怎么做这个对话呢 我们看看下面这个我们是怎么做的 就医生对吧 那首先我们要有 还有所以这两个人物 那可能一进车他就会问 就跟我们课文用的是同样一个句子 就是你怎么样呢 你感觉怎么样呢 你正在听着我说话吗 那所以可以怎么回答呢 他不是胳膊断了吗 那他胳膊肯定很痛 那magical问他 就是你感觉怎么样 他就可以回答说 对吧 我的胳膊很痛 正在痛 我听到的 那么这时候我们是使用这个正在进行词 那下面这边 它就说 保持冷静的意思 我们已经快到医院了 这边呢 就是信息 就是我要问你 就是我要请求一些信息 那整个句子的意思这边呢 就是说 我要问一些问题 我要拿一些信息的意思 那后面他就问 可以吗 就是ok吗 有这样的意思 那这边magical这个句子呢 我们一起来读一遍 所以怎么回答呢 可以的 没关系 那magical他可能就要开始了 那首先 我们猜猜magical要问些什么呢 肯定要问名字对吧 那所以magical他就可以说 那所以就回答说 我的名字是 那这边magical问完名字之后 magical会问些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ok soy 就是好的 soy的意思 你是哪里的 那这边呢 可能就问他的什么呢 国籍了 对吧 那一般我们问 就是问你从哪个地方来的意思 那soy他就说 so 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然后后来说 他也可以补充 estou estudendo in portugal 就是我是中国人 我正在葡萄牙学习 那magical就可以说 哇太好了 你喜欢学习葡萄牙语吗 意思呢就是 我需要一个比较亲近的朋友的电话 那这边可以是家人 或者很要好的朋友 那我们看看 soy怎么回答呢 soy呢首先 先回答magical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信 这个信呢是什么呢 是代表因为magical问了他 gosto de aprender portugais 你喜欢学习葡萄牙语对吧 那他就回答说 gosto muito de portugais 就是是的 我很喜欢葡萄牙语 然后面他就回答他第二个问题了 就是 ten un amigo que mora comigo 有一个朋友是跟我一起住的 就比较要好的 比较接近的嘛 那magical就可以问他 sabe o telefone dele 就你知道他电话号码吗 那所以就回答说 sin 9702 8550 那后来他就说了 哦是的 我知道 这个就是他的朋友的电话号码 那magical呢 因为要把这些信息都留起来 对吧 那magical就回答说 muito bien 哦太好了 i onde você está morando 那你现在正在住哪呢 那这时候呢 这医生就是问他家里地址了 那谁就回答说 isto morando perto da universidad 我正住在大学附近 那他后来就说了 这地址 那这个呢 就是 son mateus 这条街 然后他的是几号呢 是156号 那如果在巴普中呢 我们是读 就是那个6 在巴普中呢 我们可以把它发成 meia 那在普普中呢 就是发6 那我们读到这边 所以已经告诉了 这个magical 他的地址 然后最后magical可以怎么说呢 oachmo 就非常好 太好了 at virginia da universidad 真的离大学很近 那后来magical就说 agora descanse 现在呢 就好好休息 não se levanti 不要起来 ja estamos chegando al hospital 我们已经快到医院了 那这整个对话呢 我们就使用到什么呢 这个magical呢 都问了他的名字 nomi 国籍 nacionalidade 地址 morada 还有 比较亲近 或者亲近的电话 o telefone de alguém conhecido ou família 那在这边 我们吧 所以跟médica 打对话 我们在对边 médica como sente está me ouvindo 所以 meu braço está doendo estou ouvindo sim médica fique calmo ja estamos chegando al hospital vou te pedir algumas informações tudo bem soi sim sem problemas médica qual o seu nome soi meu nome é soi médica ok soi de onde você soi soi so chinês estou estudando em portugal médica que ótimo gosta gosta de aprender português vou precisar de um telefone de alguem mais próximo choi sim gosto muito de português ten um amigo com migo médica sabe o telefone dele choi sim é 977028550 médica Muito bem Magic对话都读完了 那还好说呢 他的胳膊不太严重 对吧 但是呢 他还是觉得很痛的 因为在Desto A 我们看的时候 所以还一直说 哎哎 这个哎哎呢 就代表他很痛的意思 对吧 Muito bem 我们看一下下一个 exercicio 我们一起读读 发送交流 一定期过 Desto A 那我们就要做一个 对话 跟Desto A 以模一样的 发生 algumas alterações por exemplo dói-me a perna cabeça dói-me as costas 那这边呢 他就说 我们可以做一些 跟-gai alterações 对吧 那比如什么呢 就是 我是 脚痛 我是腿痛 我的头痛 或者我的背痛 这些都可以的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一起 可以怎么做这个对话呢 那同事们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边呢 我就写了 大概跟Desto A 一样的 但是 我就做了一些更改 做了一些 alterações 我们一起来听听 ónden a tarde 注意这个 就是我很抱歉 但是我没看到你 就你怎么样呢 你感觉怎么样 你正在听着我吗 就是你有听到 我说话吗 的意思 好的 那这边呢 跟我们Desto A 是非常相似的 对吧 那 Mateus 回答说 ai ai 就是很痛 的意思 那这时 ciclista就说 alguien pode ajudar 某人可以 帮忙吗 preciso ajuda 我需要 帮助 那我们 这边 叫了一个 pedestri pedestri 是什么呢 是路人 的意思 那一个 pedestri 就可能过去 哦 tenha calma 就是保持 冷静 我看 我觉得 这位先生 或这位小伙子 他并不是 受伤很严重 就是没有 很严重的意思 没伤到很多 Mateus 就是被撞的 这个人 他说 ai 我的脚啊 所以在这边 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 撞到的 可能是撞到 他的脚 或者他扭到了 或者他摔倒了 所以这时候呢 他脚呢 就弄到了 对吧 所以他就很痛 要这个 ciclista 就说 就是你 保持冷静 就是你 不要动 这个意思 那 Mateus 会 说 这边呢 他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就是他正在来了 就是保持冷静 那Mateos最后怎么说呢 就说好的 谢谢 其实我很好 谢谢的意思 哇你看我们这个作业呢 是不是真的跟DestoA很像呢 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后面我们这个题目也有说过了 也可以做一些更换 那比如说哪里痛啊 怎么样的 这个都可以更换的 但这个短短的调logo 这个短短的对话 请同志们跟着我 一起来试一遍 昨天啊tarde o Mateos estava voltando para casa e uma bicicleta chocou com ele ciclista ai meu Deus peço desculpa mas não ouvi como está? sente-se bem? está me ouvindo? Mateus ai ai ciclista alguém pode ajudar? preciso de ajuda pedestre tenha calma parece que o rapaz não está muito ferido Mateus ai o meu pé ciclista deixe-se estar quieto não se levante qual é o telefone de alguém mais próximo? Mateus a minha mãe o telefone dela é 4792 2547 ciclista ótimo vou ligar para ela ela já está chegando fique calmo Mateus ok estou bem obrigando estou está está estou ". 那后面第三个区别呢就是 这边呢 他并不是抱他朋友的电话 而是抱他妈妈的电话 对吧 那基本上我们的 我们的更改呢就这一些了 其他呢都是跟 就是很相似 就一模一样的意思的 好的 那今天呢我们就做完功课了 那请同事们留下来 做做学堂练习 Muito obrigado Até a próxima aula 期待下次再会 Ciao ciao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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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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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